狗狗水汪汪的大爺透露著無辜的神情 在心疼也要安撫著愛犬打完疫苗 五方香身處山區容易與野生動物接觸 因此是狂犬病高風險區域 而新竹縣家住疾病防治所從102年開始 每個一段時間就會上山 為這些貓和狗定期免費施打狂犬疫苗跟捷育手術 聽到那個說這邊有可以捷育那個 可以打狂犬病的 我說我就帶牠過來 會生很多小狗啊 那這樣不好啊 對啊 因為誰要養呢 會被丟棄啊 幹嘛 區域這邊是山區 狗狗貓咪很可能都會接觸到野生動物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相對的牠們可能被狂犬病的 被傳染到狂犬面積率會比較高 台灣目前因為林安樂政策的關係 所以狗狗貓咪的數量越來越多 那公立的收容所也沒有辦法 用安樂死來處理這麼龐大的數量 所以絕育的話是一個相較 目前起來相較起來最人道 然後也最有效的一個控制犬貓數量的方法 騎在籠子裡靜靜的等待著施打 這些可愛的野貓全是四組羅大哥收養的 大哥說部落已經有太多這樣子的野貓 因此在不將這些貓狗結紮 除了發勤期的求偶聲會影響到村民的睡眠外 野貓跟野狗的數量過多也會造成部落的環境和安全的破壞 發春的時候也會亂叫 很難聽這樣 晚上 牠會去偷別人的菜 飯 基本上部職業的話 犬貓公母都一樣 牠們都會一直發情 然後發情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追逐啊 或者是比較攻擊性的行為 追車咬人啊 或者是四組沒有辦法負擔 或是傷害到野生動物的情形發生 技師也再三強調 狂犬病疫苗是定期施打 而不是一打終身受用 因此四組要多加注意家畜是否已經到達了施打標準 才不會讓家中的寶貝成了傷害別人的家畜 原來希望老爸是阿比 新竹五峰採訪報導